走在街上 宛如待在巨大蒸籠裡 熱到快融化 全臺各地天氣高溫炎熱 氣象署持續發佈高溫特報 根據下午氣象署最新資料統計 全臺高溫排行 第一名出現在臺北的新一區 來到三十八點一度 再來是桃園的三十七點九度 另外新北的三峽三十七點四度 光是臺北市體感溫度就上看四十四度 民眾出門得注意防曬防中暑 不過接下來還要注意日本南方海面 和菲律賓東方海面 大低壓袋有兩個饒動醞釀中 但發展情況相當有限 那從明天開始在臺灣附近 會逐漸轉來是一個低壓袋的環境 所以水汽上也會有逐漸增多的趨勢 那下雨的情況可能就不會 局限在午後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明天開始 大家在外出活動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留意下天氣上面一個變化 受到低壓逐漸扣進影響 下星期開始臺灣的水汽增加 到了六號雨是明顯 新南部和基隆北海岸不定時短暫雨 也要注意會有午後雷震雨可能 而七號到十一號受到大低壓袋影響 降雨範圍擴大 中南部有震雨或雷雨 其他地區則有午後雷震雨 氣象數指出低壓袋 短時間內雖會發展 但發展情況相當有限 會不會變成熱帶吸引地氣壓或是颱風 還有待後續觀察 幫大學人宋淨賴城偉常報導